我们继续看课本 172月155经 之前讲到七处三观 主要是讲五蕴 苦极灭到未患灵 现在来看155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齐远金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朱比丘说 这里是从取开始说 取故身着 不取故 不取责不着 地听上师 当未奴说 取故身着 不取则不着 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 也是我们说的重点式的说法 就是说 他先跟你讲一个重点 那么你记住这个重点 然后才从这个重点里面 去分析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五蕴五我 这是一个重点 那么你在从五蕴五我 这个重点里面去了解 什么是五蕴 什么是五我 那类似像这样 那佛说法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方式 叫做略说教 那就是简略 刚要的 那么跟大家说 那后来佛弟子 后来佛弟子会根据佛说法 那么很多说法里面 在刚要 恶要的 那么把它浓缩出来 记起来 那个叫做陀罗尼 或是 恶要的 就是把它的这个义理 那么简要的 重要的说 或是把它的 把它这个说的法 重要的说 所以叫做 法陀罗尼 义陀罗尼 就有这一种的 那当佛说 略要 刚要 重要的说 就是我们说 精要的说法之后 那么有时候佛就进去休息了 那么佛弟子 那么要不就是 下次问清楚 要不就是问舍利佛 加瞻言 那么阿难 那么再问清楚 刚才佛说的那个 是什么意思 那怎么样理解 就常常会有这样 那有时候就是 佛讲完刚要说法之后 继续就详细解释 那么这里 很明显 佛说完之后 那么有一点就有解释 但是 就是稍作解释 好 我们来看 所以他现在 这个法句就是 取固身着 不取则不着 那像 类似像这样子 比如说 动为模糊 不动则不为模糊 那类似像这样 好 地听善事 那通常都是 地听地听善事念之 就翻译的问题而已 那么当卫如说 你仔细听 专心听 听完 好好想 想清楚 想明白 想正确 那么我现在 为你讲 那么比丘就跟佛说 为然受教 好的 那么 我们 我们主耳恭听 那么 紧接受佛的教诲 佛就跟比丘讲 那么什么叫做 开始做解释 什么叫做取固身着呢 好 那么 这个取 明显就是所谓的直取 直取就是 所谓这里讲的设受心住 你心 你心 圆住那个静 而且不舍 那个就是取 爱取有的取 那通常我们讲取 就是讲四种 我语取 欲取 见取 借尽取 那这其实不离开 不离开这个对五欲的 然后对我 其实就是我见我爱 那我爱比较 比较粗的层次 是对五欲的贪爱 其实是这样 另外 就是对于苦极灭道 不理解 有错误的观念 那么 不知道八正道 不知道四弟 这个是疑 然后 这个 就是对于四弟没有掌握 那用了错误的方法 用了错误的观念 这个是所谓的见取 那其实 其实就是你没有掌握 你没有掌握正确的观念 你又使用错误的观念跟方法 没有掌握正确的观念跟方法 然后 这个 因为这样 你的无名跟贪爱 就不断地 不断地循环 互相纠缠 那其实 烦恼的根本 就不断地增生 那烦恼增生 他就会 他就会不断地造业 业不断地成熟 就会赶果 那就这样 鱼吃无闻凡夫 那鱼吃无闻凡夫 也是佛陀常用的一种习惯 他通常跟 通常跟多闻圣地子 那么做对比 鱼吃无闻凡夫 跟多闻圣地子 那其实就是智慧多闻圣地子 那么 因为鱼吃 又无闻 那么就 他没有办法解脱 所以凡夫基本上 其实 他也可以是 凡夫跟圣地子 是一个果的对比 有肉果跟无肉果 凡夫是有肉果 这个圣地子 是无肉果 那也是你 多闻 多闻 那么可以趋向解脱 就圣地子 那所以鱼吃无闻凡夫 跟多闻圣地子 那么基本上 那么都常常会做对比 那我们再把前面加个智慧 鱼吃无闻凡夫 跟鱼吃无闻凡夫 跟多闻 智慧多闻圣地子 那么圣地子当然可以有两种说法 圣是指佛 佛弟子 那就是也可以说 他是听闻佛法 听闻佛法的佛弟子 那么或是 因为你多闻的对象 基本上是从佛 比起佛的圣地子 那一方面就是 可以你依着多闻 可以趋向解脱 可以趋向圣者 好 那么 所以他这里说 鱼吃无闻凡夫 那怎么样呢 鱼色 我们简单讲就是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就世间一般的凡夫 那么鱼色 其实我们只要看到色 它一定是两个部分而已 一个就是色受响语式的色 一个就是色身相畏触法的色 通常在阿兰经里面出现色 那么 通常是这两个 然后有时候会 解释这个色是地水火风 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那么 基本上它是代表五蕴跟六处 如此而已 就是身心的身 当这个 当这个讲到色的时候 那通常是代表所谓的色身 那色身 偏重心理来讲 就是五蕴的色 那么从 从身理来讲 就是 言而鼻则生意的色 或是 言而鼻则生意 所针对的色身相畏触法的色 所以它有两个 一个就是指身体 一个就是指这个眼根所对的色镜 物质的 人见的 就这两个 通常 色法 色法就是物质的 那当然身体也是物质的 但是是由眼根所面对的色镜 如果我们以后只要看到这个色 那通常 通常 那不是五蕴 就是色身相畏触法的色 色受想形式的色 那这里是在 蕴相应 那蕴相应通常 通常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指 五蕴 色受想形式的色 那所以后面一定是受想形式 就像心肌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后面就是受想形式 好 这是我们上酒了 然后就知道的一个习惯 好 那么他说 于色 见是我 亦我相在 好 那 其实我们每次看书 都要 就是 由前面 学到后面 那 学到后面就要想到前面 就是你要常常做连结 那像现在这里讲的无我 他就是 是我 亦我相在 就是三个 那是我 亦我相在 基本上 不离开 两种 叫做常见跟断见 那 这个阿安经的说法 基本上 是我 亦我相在 是我 就是即运我 亦我 就是离运我 相在 相在 就是我中有色 色中有我 你就要 马上联想到这个 然后就要联想到 仔细分析的话 就是 基本上 色受想形式的色 那 你就要联想到 色如巨末 瘦如水泡 响如烟 行如芭蕉 那么 或是讲到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然后就会想到 佛头在关系这个色法 这个是 总 大概 纵 刚要式的说 是我 亦我相在 那分析式的说法 他就是 过去 现在未来 内外 好丑 出戏 远近 单单从色法这样 所以你马上 要很快地知道 就是说 你要贯通 那么久了 慢慢慢慢 你就会很熟悉 你要常常这样 那么 这个有一个好处 那么 就是说 你从 你从一个钢药 就可以看到 马上抓到全部 那 你又从全部里面 马上可以找出 它的钢药 那么 你就习惯 那么 以后发生一件事情 那么 很多 纷纷乱乱的事情里面 你可以马上抓到 它重点在哪里 它的关键在哪里 这么多烦恼 纷纷乱乱 心有欠欠点 你可以马上抓到 那个关键在哪里 那么多方法 那么多方法 你可以马上抓到 处理的关键在哪里 你要训练这样 那就很熟 好 我们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于赤无闻凡夫 于色 这个色我们说 就是指色身的色 色身的色 见 是我 见 于色见 见这个是 就是他的直取 他取 他的见取 所以他是见 是我亦我相在 那么见色是我亦我 见色是我我所而取 就是见取 这个其实就是见取 然后色是我 这个其实是我 我与取 不是见取 是我与取 那么见色是我 我所 那么我就开始有分 我 我所 我我所 那 我见 我所见 一般人说 我见 我所见 那我们就要马上联想到 那我见 我所见 我所见 是由我见而来的 那 如果以色为我 受想形式 就是我所 如果以色为我 因为他 见 是我亦我相在 你们又有分 仔细分 会分二十种 就色 是我 这个色 这个色 然后受是我 想是我 行是我 事是我 后面有受想形式 也是这样 那么见色是我的时候 因为色是我 所以受想形式 就是我所 因为受是我 所以色 想形式 是我所 来自于因为色是我 色受想形 就是我所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的理解 就是色是我 受想形式 是我所 那其他的就是我所 那 这个五印是我 总说五印是我 那么属于我的 我的车子 我的房子 色身相位触法 那个是我所 我的车子 我的房子 我的父母 我所拥有的 我所属 属于我的 那 基本上有这两种 好 那他这里讲 于色见是我 义我 义 这只有义跟义的问题 那是我 就是义 义我 就是义 跟我不一样 这个我是五印 现在我们要先看 这个我是五印 那么色是我 色即是我 那么义我 色义于我 义于五印 色即是五印 我们这样讲 就很清楚了 就是说 你要养成习惯 对于这种 佛学式的名词 那么色 色基本上一定包含的 色受响行识 那我们说 它不是五印的色受响行识 就是六处的 外六处的色身相位处法 那因为这里是五印送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指 色受响行识的色 那其实就是身 这是我们的身体 那么是我 即是我 那么这个五印即是我 五印中的色即是我 所以我即是色 这色即是我 这个色即是我 我即是色 那受即是我 然后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如果色义于我 色义于我 色义我 那就是色义于我 色不是我 那色跟我 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 当然它并不是说假色 假色 我们说受是我的时候 那么色也不是我 是不是 假如说受是我 那色就不是我 色也义于我 但是它是我所 我我所 色就是我所 假设是这样 它就是我所 所以 如果我们正要计较的话 色是我 但受就不是我 对不对 它是我所 但不是我 所以它也义于我 照理讲也是这样 但现在不是 现在你要把五印合起来做 它不是我 就是我所 我我所 所以 它是我 这个是我所 那它跟义于我 不是在讲这个 色是我 受讲情绪就不是啊 假设这有五个人 那这个是我 这个就不是啊 这是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哥哥 我的弟弟 假设我们举例 所以它这个也不是我 但是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就是说 你要合起来看 就是五印是我 所以这里叫做 吉韵我 所以你要这样看 你才会 不然你这样看 色是我 然后受益于我 那也对啊 不对 那么这个叫做 吉韵我 当然这个是色韵 就五印 五印就是我 五印不是我 益于我 所以 是另外有一个 另外有一个 放我 争我 神我 其实是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 离运我 就离运我 离开五印 有另外一个我 离开色受想行事 有另一个我 那离运我 基本上就是 真我 一般我们讲 真我 藏我 神我 放我 神我 放我 类似像这样的 所以 是我 义我 那么相在 我们要 方便记忆 就是相在我 那他自己讲相在 那相在就是 互相存在 互相存在 那相就是 相就是 这个 吉韵我 色里面 色跟我 就是 五印跟我 相就是 五印跟我 五印 和我 互相存在 就是 我中有五印 云中有我 我中有印 云中有我 我中有印 我比较大 那 五印在我里面 他也 不就是我 但是他也不离开 他也 并不是我 所以这个也是常见一种 这个就是常见的一种 所以佛法说 只有两边 长跟断 那么 非常非断的 所以我 我比较大 我包含了五印 印比较大 我在五印里面 那一世间的说法 就是我们的灵魂 然后 有些人会看到 死了之后 有一个灵魂 从身体里面出来 那身体像一个 五岁的小孩子 是像灵魂这样 那其实那个是中心身 那个还不是我 那 那个 那个也不是真 不是真正的我 就是说 一般人会看到的 就是说 你死了之后 那有一个 像不是做一个实验吗 灵魂的实验 有一股白烟 或什么样 反正 人死了 会少 零点五公克的样子 还是几公克 我忘记了 那就是灵魂的重量 那其实他 这个也不是 那个不就是 如果你把那个认为是我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就是离运我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他包含的 那这个是比较大 这个运比较大 我比较小 这个我比较大 运比较小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所谓的 是我义我相在 好 那这里当 直接就从五蕴上说 如果你是立根的 解脱善根成熟的 你这样关就可以解脱了 你也不用修什么 你就直接关这个 就可以解脱了 关五蕴无蕴就可以解脱 那如果你 如果你没有办法 就表示你的解脱善根不成熟 你必须要具足功德 看你欠什么 欠戒 定 惠 如果你戒具足了 那你不用再特别 特别有这个戒 因为你已经具足了 戒有 戒有律仪戒 有定功戒 有道功戒 那他就包含在里面了 如果你解脱善根具足 如果不具足 看你少什么 那么你要少定 那么你就要修定 因为你心没力量 那你就要修定 那么你的戒不足 那么你就要修戒 那就要看你少什么 那还是要从八正大开始修 一般的人 那如果你已经解脱善根成熟 那不用 你稍微思维 你就可以进入了 像舍利弗 那么只是 只是听到 马上就 马上就证出国 再回去再好好想一下 就证阿罗汉了 那像 像 像这个 佛陀最后度的 虚拔陀罗 那么一百二十岁了 佛陀要入内盘 来稍微听一下 那么就 就证阿罗汉了 那么这种也非常多 这种是非常多 那你的解脱善根成熟的话 那么只要稍微稍加 点一下就好 稍微点一下就好 那如果没有 那还要经过种种的 就好像你的门已经开了 那你进来推开就好 那如果不行的话 你还要 有钥匙 还要钥匙锁着 那如果 钥匙前面还有一个门 还要开前面的门 那前面还有一座山 还要绕过那一座山 反正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界定位 那你要有障碍 你就是要绕过那一座山 障碍是你之前设下的 然后没有的话 那你脚要有力 让他找到那扇门 那你知道门在哪 你一推就开了 那不行 还有钥匙 就还要再如理思维 想啊想啊 真想到 像罗后罗这样 就要这样想 那你很多把钥匙 不知道哪一把 那你拿了 还要再对准钥匙打开 那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里 我们说 他说 这个 鱼翅无蚊凡夫 那他说 鱼翅无蚊凡夫 鱼射 就五蚊 那么他执取 那么 是我 亦我 相在 见射 是我 我所 而取 而执取 取义 当你有执取的时候 比射若变 若一 因为无常 一定会变 一定会变 但什么时候变不一定 什么时候会衰变不一定 像我们的身体 也会变 别人的也会变 那么一切物质的东西都会变 那么若变若意 就不一样了 这个人事物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了 跟你期待的不一样了 那么他 心就会随着他转 因为 你的所缘在他那里 他变 你就会跟着变 那么心随转 你 一身取着 射受心处 一开始你是执着他 就是你在乎他 我们讲过 你在乎他 不是 你在乎他 他也在乎你 与此执着 但有一天 你还在乎他 但是他已经不在乎你了 那你就会痛苦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么所以 一身取着 射受心处 就是 关注 非常在意 射受心就是 你非常在意这个人 这件事 这个东西 你非常的在意 那么 因为非常的在意 射受心处 你说心 你的心都被绑在那里 一直想着 一直想着这里 那么 比如说 母亲爱小孩 然后出来一下子 就担心里面的小孩 那么 这个 这个一样 那么 这个男女 男女 青年男女 互相射受 那么 互相细念 有一天 分开了 那么 就 就心里面 一直想着 那个人 那你有一件 你有一个撰戒 然后 这个 放在你家里 你当然不担心 你藏起来好好的 忽然间 隔壁的房子失火 你就很担心 火杀到你家 把那个撰戒也烧坏掉了 那你就会 就是 你所在意的人事物 当你被他 这个叫贪爱 那贪爱我们讲 有四个层次 就 对身体的 自体爱 那么 进阶爱 自体爱里面 有 有自我爱 跟后友爱 进阶爱里面 已经得到的 跟 想要得到的 那么 比比喜乐 喜滩俱行 那么 这一些 你都射瘦在里面 你射瘦在里面 你心里面 非常的关注 立场的关注它 所以 当它 产生转变 或是 它有可能 转变的时候 或是 它已经转变 它这样要转变 还没转变 但是它有可能转变 你就开始担心了 那它真的转变了 那你就痛苦了 即使 已经转变了 你还持续在痛苦 而且心里面 有那个结 我对它那么好 它为什么 这样对我 我那么在乎它 它为什么 这样 不在乎我 反正就是 心里面 开始有这种 不管是人事物都一样 不管是人事物都一样 我已经努力这么久了 比如说 我对这个道场 这么发心 我来 财产都捐给道场了 结果 我生病 这样对待我 那么 它 开始那个心 不平衡 那其实就是变异了 变异 跟你所想的 不一样 跟你认为的 不一样 跟你期待的 不一样 那所以 就会生什么 恐怖 障碍 心乱 那通常 这三种 我们说过 它有时候 会有加强语气 第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 欢喜 参叹 懒着 建筑 那么 它是不同的 也可以是一样的 就是说 它有可能是 有层次的问题 那这里 恐怖 障碍 心乱 那有时候 有时候叫做 恐怖 困扰 那么 障碍 困扰 跟损扰 恐怖 障碍 固练 截练 它通常有几种 不同的 像后面的话 那 我们写一下好了 就是说 这个 阿含经里面 很常见 其实 其实应该这么说 印度的 习惯 它的语言习惯 它都有 加强语气 重复地说 那 这个 所以 它像这里 当然翻译会不一样 翻译会不一样 它这里讲的恐怖 障碍 心乱 我们比对 看看 差不多就比较知道 那么 有的经叫做 用四种 恐怖 障碍 顾练 截练 有的讲 恐怖 障碍 那么 心乱这里 它写两个 就是 顾练 跟截练 那么 有的说 有的讲 恐怖 困扰 损扰 有的写 恐怖 困扰 损扰 困扰 那么 损扰 我们就对照了 因为 它其实是在表达一种 表达一种意思 那 这有三层的 那 有的 有的说 障碍 困扰 损扰 因为翻译的人 要看原文 障碍 困扰 损扰 所以障碍 有时候就叫做恐怖 但是恐怖跟障碍又不一样 你看 它有些就是翻的 就这样 好 那么如果来讲 那么这里没有恐怖 就从障碍开始说 障碍困扰 那心乱可能是困扰扰扰 那 好 那有的讲 顾念 顾念 那么 有的讲这两种 顾念 顾念 就讲两种而已 那 其实就是这里的 顾念 顾念 那基本上 这个是 不同的 对于 那么你 执取变异之后 你对境界的反应 你对境界的反应 那这个是 深苦的 那如果生贪爱的 我们就说 欢喜 赞叹 懒酌 爱恋 或是欢喜 赞叹 懒酌 坚注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因为 因为你 因为你 你的心 那么非常的在乎 非常的在意 这个色 所以当它产生变异的时候 那么你就 你就会 你就会 生起 心里面 不好的 反应 就是恐怖障碍 心乱 以取着固 为什么 取着的原因 如果你不取着 你不在乎 那就没关系 那么 如果你在乎 那当然 就叫做在意 在意就是 心在那里 心关注在那里 叫做在意 那么 我们刚才讲过 只要是讲色 后面就是受想行事 那么 其实就是 我们如果把它合起来讲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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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取着固 那么 取着固 生 恐怖障碍 心乱 就是 就是 以赤膚防腹 以色受想行事 以身心取着固 懒着身心固 那么 因为这样 所以 在身心产生变化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痛苦 就是 你很在乎 比如说 你很在乎 你的相貌 那 现在 多 多一条 作文 你就非常在乎 头发变白 你会非常在乎 就是 你还不想让人家 看到你老 你很在乎你是不是变老 所以一旦有老的迹象 你就想要去改变它 那么你就很在乎 非常维系的你就去关照它 所以它一旦产生变化了 你就很紧张 要赶快染法 或是要赶快去修补那个皱纹 赶快去用那个什么方法 遮掩起来 那个就是我们从这个色身来说 一旦它产生变化了 你就非常紧张 就非常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你一定要去改变它 那没办法改变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生痛苦了 所以因为取着故 那么这个原因都是因为 你认为五蕴是我 因为你有我见我所见 所以当我产生变化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产生痛苦 那其实就是这样 我我所 所以它最早就是说 那么见色是我我所而去 这个是原则性的说 见五蕴以身心 见这个身心是我我所 所以当身心产生变化的时候 就是色受想形式 产生变化的时候 但是它一定会变化 它刹那刹那都在变 刹那刹那都在变 那尤其到老的时候 那个叫做明显可见 那年轻的时候 比较没有感觉 那小时候变大 那么也比较明显 但是那个你不会痛苦 你小的时候 那么它变年轻 就由小变大 那它等着长大 所以它也不像不会有问题 但是等年纪大的时候 那么你就开始产生痛苦了 好 但其实它都在无常里面 它不断在变 身心是刹那刹那在变的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它这里讲 那因为 于赤无闻防腐 于色受想形式 色之后就是受想形式 见我 逸我 相在 急运我 离运我 相在我 那么 所以见识 识就是色受想形式的识 它的习惯就是 前面讲一个 中间省略 后面再讲一个 然后比如说 色受想形式 就色讲完了 然后受想形式 然后后面就识 然后言耳评者生意 言讲一个 耳评者生意 省略 然后识再讲 就这样 它习惯都是这样翻了 好 取语 比识落变 所以再讲到识 跟色识一样的 色识一样的 若语比心水转 因为你的心 细念在那里 细就是被它绑住了 所谓爱结所细 其实是这样 我爱 所谓爱结所细 所以常讲 于是无人夫 无名所妇 爱结所细 那么所以 因为你被它绑住了 你有一个爱结 那么 所以它转的时候 你就随着它转 转就是转变 它变的时候 你心就随着它转 心水转固 则身取着 色受心住 那么你的心就 它变 那你就更执着了 它不变的时候 你已经在执着中 不变的时候 你就在执着中 你本来就被它绑住了 可是它不走的时候 或是它走慢的时候 你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它走过来的时候 你就很明显地 被它拉着走 其实是这样 注意 则身恐怖 障碍心乱 与取着故 世民取着 这个就叫做取着 好 那我们说过 佛法一定是这样 它告诉你问题所在 它一定会告诉你 怎么解决问题 一定是这样的 缘起有两支 流转的 它告诉你生命的现象 生命的现实是什么 就是流转的 苦的 轮回的 但是它告诉你 不是要让你担心 它是要让你解决问题 你可以远离这样的 你可以远离这样的状态 有一个理想的状态 所以它又有讲环面 那这里也是一样 告诉你 我们基本上 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就是这种状态 那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取着才有 你就不取着就好了 那我们有一个 我们会习惯性的就是说 哪那么简单说 不取着就不取着 是没有错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简单跟不简单 其实要跟你的 解脱善根成熟不成熟 来说 有的人解脱善根成熟 那么它就很简单 你像舍利佛 一听到两句话而已 诸法云原生 诸法云原面 它就正出国 辟舍屈夫人 七岁的时候 他的爷爷带他去 带他去舍未成 听佛说法 七岁而已 小孩子 都还认识不了几个字 他就正出国 舍利佛的弟弟 君提撒咪 八岁就正阿罗汉 那么阿难 阿难好像一个多月以后 正出国 但是烦恼非常重的 这个摩登前女 没有阿难要死 那个贪爱心非常重 贪爱心非常重 没有阿难 他甚至要绝食自杀 他的妈妈 没办法 他非常爱他女儿 所以才去跟佛陀提亲 希望佛陀能够允许阿难 跟他的女儿结婚 你看烦恼这么重 但是阿难听那么多经 阿难听那么多经 多吻第一 又做佛的侍者 他才正出国 摩登前女凡夫 烦恼那么重 天天只想着阿难 阿难天天只想着佛法 但是摩登前女 正阿罗汉的时候 阿难还出国 所以这个东西 很难说 解脱善根 其实不太 你看摩登 你看这个央觉摩登 央觉摩登 杀那么多人 称认心 称认心到连他妈妈都要杀 连佛陀都要杀 但是佛弟子那么多 正出国二国三国的 或是那个慈戒的 都还没证阿罗汉 他没有多久就证阿罗汉 所以这个时候 有时候很难说 完全取决于你的解脱善根 你看他 所以你也不要小看他 央觉摩登那个时候 国王 这个都是派的军队 要抓他的 甚至他出了家 很多人还拿石头丢他 但是他那个时候 说改就改 他说杀人就杀人 但是他马上说 我从归于佛陀之后 我就没有再起过称认心 这个很难 称认心那么重 称认心那么重 但是他的称认心是 是因为无知 是因为要赶快拿到 那个人骨念珠 好修行 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有障碍 障碍一移掉 就好像 就好像你那个 你那个环金珠宝 都守在保险库 那个密码一拿到 一打开就全部有 那你家也有保险库 可是拿出来的是番薯 那就没办法 那不一样 所以你过去解脱三根 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 赶快提起解脱三根 不管怎么样 你未来都是依这个得解脱的 所以才说你要 你要常常想这些东西 照做这些业 无肉业 初世间业 照做这些 那么世间的这些东西 你不能避免 但能免则免 能少则少 其实这样 因为你的心在那里 就不能在这里 想这个就不能想那个 所以你的心 多数在哪里 你的业就多数在哪里 你未来的缘 你遇见什么人 会发生什么事 你会往哪一边靠 那么都跟你现在 你的心 你可以决定的时候 你可以决定 我要这边靠 我要这边想 你不决定 你可以决定的时候 你不决定 等到一夜成熟的时候 你想决定的时候 决定不了 真的啊 你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非常现实的东西 在你可以做决定的时候 你不做决定 那么等它一夜成熟 等它远成熟 那么你自然而然就往那边靠 你自然而然就形成这样的东西 那么你自然而然就往那边理解 那么就算你偶偶要 你偶偶要往这边靠 因为你的缘不好 很多人会再把你拉回去 你就会处在那种身不由己 那么 那你感觉到这样好像不太对 但是你又转不回来 那那个就是因为 你在清楚的时候 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 你没有做好决定 那当你的业 那不然谁要下三二道 没有人愿意去三二道 那没有任何一个众生 愿意下三二道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三二道的众生 就是这样 他的业在那里 这个叫做业报 叫报仗 那叫做业障 那就算你想要 你做的人 那出生在佛陀时代 可是你又五根不拒 你头脑又不清楚 那你又有邪见真上 那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 你就是不想学佛 那就算学了佛 烦恼重 烦恼障 你就成就不了 那障碍就这三种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 现在我们清楚 不清楚就要把它学清楚 清楚了之后 你要好好的选择你的心 你的行 心跟行而已 生口意就是心跟行 行就是生行 口行 义行 那么你要决定 你的所谓的行 认口义 要多数倾向于哪里 常常思维什么 所以我说 就算我们现在看起来 早上说的 你常常在诵经 常常在念佛 常常在拜颤 常常在持咒 你这个目的是要让你专注 让你跟法相应 那你要想想 你要多思维 要常常思维 有没有跟法相应 有没有跟正法相应 如果有的话 那你要越来越深入 它一定会产生 跟正法相应 一定会产生 几种感觉 一个就是清凉的感觉 清凉就是 你比较不会起烦恼 起烦恼很快会消除 一种就是 自由解脱的感觉 你比较不会受束 就像这里 你那个执着心 比较没有 已经发生了 你都可以接受 你接受世间一切 发生的事情 你接受一切世间 发生的事情 不管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发生在你身上 你都接受 因为你知道 这个是因缘所生的 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你只能决定 境界来的时候 事情来的时候 你要起什么心 你不能决定 要发生什么事 你不能决定 就好像你不能决定 太阳 我不喜欢从东边到西边 我喜欢从南边到北边 太阳要从南边到北边 你没有办法决定 这个东西 所以 你要了解到 了解到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一夜 夜暴生 这个身体是夜暴生 别人也是夜暴生 那么夜暴生 共业所成国土 也是夜暴 夜暴的国土 所以我们的国土 是共业 大家共同的杂兰 也形成的 所以是绘土 那么我们的心杂兰 所以众生杂兰 众生杂兰 多数的众生杂兰 所以国土就杂兰 但是 这个你要接受 你不能说我不接受 我天天期待 要去清净国土 那这样也不行 因为清净国土 也是由夜暴所成 那么夜暴的 这个是共业所成 那么共业所成的 清净国土 也是由共同众生 共同众生的 清净功德所形成 那么你在其中 他们也都一样 共同所成的 那不是说 那你 当然你跟他们 同行同会 那当然 你可以感得清净国土 但是现在 你要接受现实 你就是在 五左二世 说佛世界里面 你能做的 你能做的就是 你有你的心 清净开始 有你的心 叫做出乎你而不然 所以佛陀也常常讲 你要常常有 出乎你而不然的心 就是不然就是不执着 这里想着不取着 在境界的变化 那多数是变不好的 多数是变不好的 那么你接受了之后 那么你不为他 不为他而 障碍恐怖 心乱 你不为他生恐怖 生障碍 生心乱 那么你不但 不为他 生障碍恐怖心上 你也渐渐能让 周围 跟你在一起的人 也能够 不障碍恐怖心乱 不恐怖障碍心乱 你也可以这样 然后渐渐你周围的人 全部都是 这种人 那么他就形成 这些人未来 现在他所在的地方 就是一个清净国土 就像1250个阿罗汉 最初在竹林金色 竹林金色 是五卓二世里面的 清净国土 那么都是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那么大家 都是把环境整理得很好 彼此之间合合共作 类似像这样 那以后 假设这一些人 死了 如果他不是阿罗汉 阿罗汉就没有再来了 假设他都是证出国 那么这些人 共同形成的业 他就是一个清净国土 十善业 彼此造十善业 五戒十善 这些人 就会形成一个 清净国土 人间净土 虽然没有佛法 但是假设有佛法 那个就是 弥勒再来的人间净土 没有佛法 就是北居如洲的人间净土 他也是共业所成的 就是一群众生 共业所成 那我们的业报生 是我们别业所致的 所以你了解了这个之后 你知道要从哪一个地方下手 从你自己的清净心 那么 当然你要怎么清净 你心里面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比较不会直取 所以你跟正法相应 第一个就是 你会清凉 你不会有恐怖障碍 热闹 烦恼 有 也很快消除 有也很快消除 那么你会有自由的感觉 不会一下子因为这样困扰 一下子因为那样困扰 一下子又因为这个人 一下子又因为那件事 一下子又因为那个人 一下子又因为那件事 一下子那个东西变坏了 一下子那个东西丢掉了 一下子那个人是被偷了 那么你就常常在不断地 不断地在这个里面 产生烦恼痛苦 就结业 就业 结成一个很重的业 那这些业又让你受报 所以或业苦或业苦 就这样 这样不断地循环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告诉你现实 他是要让你先了解 我们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就好像医生告诉你 你现在是怎么样 你要注意 那回去要怎么做 要吃什么药 那么你可以改变 那么所以 他重点就是取着跟不取着 取着身心世界跟不取着身心世界 重点 他这里就是这个 这两个而已 就是你执着取着这个身心世界 跟不取着身心世界 那么多文圣地址 于色不见我亦我相在 于色不见我我所而取 不见我我所而取 彼色若变 就是你不会执着 不但不执着它产生变化 那么你也不会心随着它转 那么若变若意 心不随转 心不随转故 不生取着色受心住 不色受心住故 则不生恐怖障碍心乱 以不取着故 如是受着想行事 不见我亦我相在 一样 就是五应生心 他习惯把它分开来讲 那如果你把它合起来说 就是一般的人 凡夫 那之所以痛苦 那么之所以有烦恼 那重点在 对一件事情 产生错误的执着 错误的执着 那么所以 当它产生变化的时候 你不由自主地 就会随它变化 佛陀 我们不是上过 佛陀举了一个例子 他在奇远金色 他看见 他就跟 在奇远金色的讲堂 讲经 他就跟这个比丘说 那你看 这个奇远金色的树木 掉下来的叶子 如果有人剪掉了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心里面起烦恼 不会 那个叶子又没什么价值 因为你不执着它 很简单 如果那个树叶 那每一片树叶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换一百美金的 那个是很珍贵的树木 那里面 掉下来的一片树叶 都可以值一百美金 掉下来的是超不要 有人剪 你心里面就不一样 你心里面就不一样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什么 你心有执着不执着的问题 发生了那么多事 你特别在乎哪件事 那么你就会产生 很大的这个冲击 你是黑人 有一个黑人被欺负了 你心里面就会比较大的冲击 你是白人 白人被黑人欺负了 你是台湾人 你发现有台湾人在国外 被杀死了 你就会稍微有一点点 你是佛教徒 有一个拿来一个基督教徒 要拆试验 你心里面就会很在意 类似像这样 那你执着什么 你执着什么 今天有一个法师 发了一张照片给我 他说 网络上有一个人乱写 乱写一篇文章 然后旁边附上运顺导师的照片 那心里面他就很在意 说老师 我们不要采取什么行动 他是用运顺导师的照片 我就跟他讲 用佛陀的照片更多 真的啊 用佛陀的照片更多 乱发乱发 用佛陀的照片更多 他说 但是他是用运顺导师的 应该是浮衍的 运顺导师的 他说 我们应该要采取什么行动 不是吗 我说 那你准备怎么办 检举他 你可以试试看 看有没有效 你看我们就是会在意我们所在意的 我意思是说 你看都是这样 那放佛陀的更多 我告诉你 网路把佛陀放上去 然后随便乱讲的更多 但是佛陀已经看习惯了 我们也不会觉得 他是看用运顺导师的 怎么可以用运顺导师的 所以一般就是说 你看我们就是 对一个境界 那今天好 那今天他去检举 那如果他检举完了 那个人没有把他 那个照片下架 那他会不会产生痛苦 会啊 因为没有符合他的期待 没有符合他的期待 那这个人不放 那一个人又放了 那你不是天天在那边痛苦 对不对 你让这个人不放 那你可以让所有的人都不放吗 那你就会 你就会因为这件事痛苦 当然我们可以处理 当然是尽量处理 假设哪一天是放我的照片 我肯定也会检举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把我楼上没有放上去 那配上那个不好的 那不行啊 对不对 那所以一般人会在意 但是如果是佛陀 我们肯定他不会在意啊 对不对 但是你放的又不是我要放的 你不是你这样放 我就是这样啊 那所以你要训练到这样 你要训练 慢慢训练对发生的事情 就是 冷静地看待 那你不直取他 养成这个习惯 我们先下课 我只要再继续 找到你了 再见